好 新聞開始我們先來關注立法院這個會期 最後一次院會 除了通過中央政府總預算 也有不少僑也有共識的法案都順利三讀通過了 我們當然看到除了通保法之外 今天晚上還通過了公教人員保險法 未來私校教師離職退保將會給予養老給付 另外被稱為王貴芬條款的醫療法修正案 如果對醫護人員施暴 將要比較刑法的妨害公務罪來辦理 立法院也通過了編列6年660億的治水預算 還有郵政法修正案讓郵局的禁止戶全面解凍 至於柯建民的關注案則是決定重新交付紀律委員會來審查